我們說到了柯文哲身邊的人 除了我們剛才講到 他的許多的前幕僚們 當這個柯文哲 已經身陷金華城案的時候 沒想到他的太太 陳佩琪在忙什麼 忙著看房子 當然柯文哲他先是 輕描淡寫的說 他不用去裝窮啦 但是他現在又被質疑說 帳戶有千萬不明金流 他立刻又改口了 說如果我有上千萬的話 那我就好命了 這說法反覆也引發了質疑 結果現在簡連追查了 民眾黨的政治獻金案 不但發現說這個帳戶的金流異常 提審裁定書也曝光了 原來檢方現在 不但是用貪污圖利罪 在辦柯文哲 甚至還多了一條背信罪 一人政黨公司不分 這話現在聽來的確沒錯 因為現在北檢不僅懷疑 民眾黨政治獻金金流異常 更懷疑你 黨主席柯文哲 涉嫌不當挪用掏空黨產 8月31號訊問柯文哲時 他還抱怨檢方只問目可 不問金華城 現在提審裁定曝光 原來檢方根本也打算以背信罪辦他 檢連偵辦恐怕不只是政治獻金案 有沒有可能透過目可公關 這樣的私人公司來做 類似像掏空政治獻金這樣的行為 檢連從金華城案一路查回目可假帳案 發現不僅目可公司負責人李文娟跟會計等人 有權限善改政治獻金帳目 3號檢調二度約談禁總財務長李文宗 指疑他就是假帳案的主謀之一 非常負責任的跟大家報告 我完全不知情 曾經負責任的說不知情 李文宗被要求這次說明將1300萬元政治獻金 從目可回捐到柯文哲賬戶的真正意義 傳出李文宗坦誠部分犯罪事實 但仍堅稱柯文哲不知情 但有人信嗎 我也不用去裝窮 我們本來就買得起 被爆出買豪宅又買商辦 先說自己不窮被追金流又改口 一下說我們有錢買豪宅 一下又變得像蘇啟兒一樣 有一千萬好像 他說的好像就會 他非常的幸福之類的 我真的覺得 他現在溝通的方式 僅存於所謂就是鐵草 小草的義無反顧 變成民眾黨行動之父 黨主行的說法變變變 自毀人設 誠信全無 東線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好 所以劉醫師 今天如果說柯文哲 他真的是黨產變家產的話 這還要再背上一個背信罪 那麼這也是一個重罪 對啊 其實為什麼會 大家發現有一個背信罪 就是柯文哲在禮拜六的時候 他主張這個逮捕不合法 所以他申請提審 後來法院認為逮捕是合法的 所以律師所提的提審不合法 然後法官就在這個提審的說明裡面 去寫到這個罪名 除了貪污之罪條例 還特別寫上了一個背信罪 所以那時候大家就很納悶 為什麼柯文哲會有背信罪 後來9月3號去問了李文中 就是剪作跑去找了李文中 對 財務長 甚至將李文中 由這個本來是證人 變成被告還交保了200萬 傳出來就是說 問李文中的是涉及到說 有四筆將近1300萬元 所以這也就是說 把這個金華城的金流 跟木可的金流 難道已經串在一起了嗎 或許是目前正在查 就是至少對柯文哲來講 我們一般能想像 柯文哲有三個可能來的錢 一個是政治現金 就是政黨的錢 第二個是來自他有一個基金會 基金會裡面有錢 最後一個是木可公司裡面有錢 但是不管是政治現金 或者是基金會 其實都有主管機關 這也都不是他私人的錢就對了 對 然後錢他也不好動的 但是如果只要錢進木可 木可再出來了錢 他就很容易 因為木可是一個私人公司 所以裡面的賬要怎麼做 是很容易換來換去 就是轉來轉去的 所以在這狀況 檢方當然也了解 所以他必須去查木可 特別是從政治現金專戶裡面 轉了四筆將近1300萬 進到木可公司 或者是到後面我們查到 就是檢方這邊查到說 有一筆400萬 後來轉出來 是以柯文哲的肖像使用費 付這個肖像權的費用 然後付給了柯文哲 所以這樣的一個轉折 就會發現原來連貫起來 從政治現金專戶 最後可能透過木可公司 再轉出來到柯文哲個人 那就有可能掏空黨產 掏空這個民眾黨的黨產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包括在今天 把關裁定積壓柯文哲 特別講到 我們一般很難想像 你為什麼莫名其妙 要一直圖利精華層 你總有一些好處吧 不然你幹嘛背負著罪名 要去圖利一個精華層 你沒事幹嘛幫人家 從原本的這個360 變成到840 對 沒有 莫名其妙 你幹嘛要這麼做 所以是不是某個程度 有一些好處呢 這也是檢方 為什麼一再的在追 任何有關金流的事情 所以才會追到木可 因為木可公司 其實某個程度上是 一般我們政治人物 有私人公司 最好作帳的地方 這也是為什麼 檢方後面再繼續追下去 所以木可部分 很可能還會開花結果 所以我非常好奇的是 如果今天真的要辦 柯文哲所謂的背信罪的話 那麼檢方必須要掌握 什麼樣子的證據 你才能去辦它 其實掌握證據很簡單 就是從政治現金專戶裡面 有錢進到木可 而且這個木可的錢 確實進到柯文哲 那目前看起來 進到柯文哲目前 查到一筆 主要就是400萬的 銷像使用費 但是如果還有其他的錢 進到柯文哲的帳戶裡面 或甚至進到陳佩琪 或進到柯文哲的 兒子的帳戶裡面去 這就會慢慢的 讓人家看到說 這些金流一直有問題 有問題為什麼流到私人帳戶 其實就會構成 所謂的背信或掏空了 好 所以關於柯文哲 他今天雖然是遭到了 羈押禁件 等於是大逆轉 但是看起來 他恐怕是多案纏身 2020年金華城的拆除工程 曾經發生過公安意外 釀成了一死 而時任台北市長柯文哲 花了五天 就讓金華城火速復工 如今再重新檢視 似乎又是疑點重重 柯市長居然提早 就在這個陳惠裡面 來幫金華城說話 國民黨北市議員劉采薇 大力批評的就是金華城 在2020年拆除工程時 發生的一死坍塌意外 柯文哲當年在北市府城會 要求加速勞檢 短短五天就復工引發質疑 柯市長這麼著急的幫金華城 提出要加速這一個勞檢的程序 跟11月他自己的簽章 這個公展公文的簽章 有沒有任何的關係 當時的案子就是公務單位 就監管處應該要去指導 然後另外還有個單位 叫做勞動局 跟黃山的業務完全不相干 他一直跑到現場 然後讓他們趕快復工 因為如果不趕快復工的話 不趕快蓋起來的話 東窗事發可能也很難處理吧 畢竟過去柯文哲引以為傲的早起成會 2020年8月7號的記錄上 清除寫著與會人員 除了柯文哲 彭正生 還有黃山山等等 也就是說包含市長 副市長 在內的局處一級首長 幾乎都在 我覺得金華城明明知道 他們自己違法 但是一而再再三 透過所有的關係 透過所有的市府的官員施壓 甚至包括黃山山的督導 或者是彭正生的督導 竟數要讓他趕快完成 就是一個很大的弊案 民進黨北市議員黎延鳳也質疑 勞減的功能是保障勞工 而不是保障財團 柯文哲為什麼對金華城如此厚愛 看來如今柯文哲口中的 不知道不清楚 對比昔日他對金華城的關注 恐怕也很難說服其他人 東盛新聞政中心綜合報導 所以柯營你真的有這種感覺嗎 說很難說服其他人 像你們在台北市議會 真的有好像是柯文哲的案子 真的就會出出護航 真的就暢行無阻嗎 這樣講好了 公務人員尤其是市長 他真的有心想要推動的案子 沒有人可以擋得下來 沒有人擋得下來 沒有人擋得下來 這麼厲害 因為一定有辦法可以來處理 因為對於台北市政府委員 最麻煩的是什麼東西 叫做外部委員會 像這回的都委會 因為很多是外部委員 不是市府人員 你無法去控制他 但是很多東西 你只要向都委會通過之後 市府內裡面絕對是暢行無阻 就自己人了嘛 沒錯 對 因為市長只要說一句話 外部委員通過了 我沒有問題 我只照外部委員的想法 來持續走下去 所以我只能說 對於柯文哲而言 的確在金華城案 市府感覺覺得比較奇怪 或我們議員覺得比較奇怪了 是他的容積率 怎麼會暴增這麼快 你敢去通過這個東西 但是柯文哲講的都非常單純 以下監察院就在 以下外部委員開過會 都沒有問題 他說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交給專業 怎麼會變成這麼多 所以他不知道 但我要講的是 對議員而言 對一般的民眾而言 我們所看到的任何會議 不管是承務會 便當會 質詢 絕對都不會讓你感覺有違法的 講白了 那一定講得非常正式 非常光敏彈簧 但私底下 老實說 當一個市府的高層 如果真的有心 想要協助一個案子的時候 他們可以做的東西是非常多 而且會讓你完全感受不出來 只有內部的人出來檢舉 才有可能讓這事情爆發出來 而柯文哲現在 我覺得他內部真的有非常多的問題 包括了之前的木可公司等等的 不要忘記了 最一開始是你要跟實樂公司 那也是感覺起來好像跟內部很熟悉的 把事情爆發出來之後才一發不可抽食 而金華城我認為只是一個過程 接下來他的五大案 包括還會不會有其他的爭議 我覺得柯文哲必須要很小心才可以 好 直播觀眾我們現在就在台北地方法院來關注司法矚目重案 也就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稍早在歷經台北地方法院第二度召開的積壓庭 在稍早5點16分左右被裁定收押禁件 目前人已經搭著求車送到台北看守所了 而台北地方法院也公布這一次他們為什麼要羈押柯文哲的理由 其實背後跟這些被告的人物是有所關聯的 我們來看一看主要就是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認定 沈慶金他是威京集團的主席 那麼在金華城的案件收受不法利益200多億元 而這背後讓沈慶金突立的關鍵也就是法官認定 柯文哲明知在金華城的容積超過百分之五百六 會造成違背法令還執意為之 所以造成這個被告宣慶金可以收受這200多億的不法利益 所以說法官其中一個收押柯文哲的理由就是這個 而第二個收押柯文哲的理由也就是提訓包含前台北市副市長彭聖生 目前他是在押的被告 此外還包含印曉威也就是台北市議員 還有印曉威的助理吳順明 那麼這幾名被告呢 他們都跟柯文哲的說法完全不一樣 因此就認定在這背後可能是有勾串滅政之餘 將柯文哲收押禁見 不過要來說到柯文哲其實在面對第二度的家庭 他還加碼聘任了一名王牌律師 也就是蕭逸宏曾經擔任過檢察官跟法官 而先前柯文哲的王牌律師團當中也有一名叫做 將會提出抗告 後續東層新聞也會持續來掌握最新消息 好 的確我們看到今天這個轉折蠻大的 因為柯文哲是被羈押禁見 這個結果當然也驚動了整個政壇 而儘管說民進黨中央表示 不願意評論整個司法案件 但是黨團也已經強調會哀驚勿喜 就在高雲認為民主黨主席柯文哲 在當台北市長期間有積極介入京華城後 北院根裁結果出爐柯文哲擠壓境界 這結果當然幾家歡樂幾家愁 不管如何柯文哲司法案件的判決結果 已經在未來政壇掀起驚逃海浪 尤其藍綠白之間的微妙攻防關係 是否會跟著轉變 大家一起尊重法官的裁定 不要急切地來抹律法官來鬥臭司法 民進黨團也會哀驚勿喜 後續就持續地讓司法爭辦 讓全案水落石出 任命在出手 反觀民進黨重要態度 耐人尋味 聲稱不評論司法案件 而來引小七第一時間在做政治分析 是否會有更大的所謂的一個 政治抗爭這樣子的動作 如果說現在流失的小草 還是轉頭去支持民進黨 只會讓在野的處境更加艱難 事實上早在羈押境界判決 結果前民眾黨數次殺盤推野 黨共襲喊全黨激進捍衛柯文哲清白 但有趣的卻又呼籲小草正常生活 據了解白營幹部對主席司法案件 普遍悲觀看待 而劇本中也確實包含 如果能交保柯文哲將聚保 藉此捍衛清白 來累積民眾黨的政治能量 不過還不用等到柯文哲能否交保 直接羈押境界 第一時間黃國昌臉色凝重 接著離開專訪 那你現在要去開會了嗎 對 好 好 我覺得我現在要去開會 OK OK 好 謝謝你 辛苦了 不會 不會 確定收押境界 是 白營密集開會 已經接下來民眾黨立刻陷入為難 柯文哲積壓境界 不僅重創黨內施進 外界更關注 柯文哲黨主席一直 辭不辭 停不停拳 代理主席又會是誰 姑且不論民眾黨未來的路 何去何從 小草因為柯文哲 已快枯成稻草 同時這中新總黨 好 晚間的八點鐘 今天晚上的最新現場 我們看到的就是在民眾黨 主要是因為 黨主席柯文哲 捲入了金華城弊案 而且北院裁定 柯文哲積壓境界 對此民眾黨 也已經發出了最新聲明了 詳細狀況 連線記者葉庭報道 請說 好 針對金華城的案子 今天台北地院 是在下午的時候 是重新召開了積壓庭 但是歷經兩個半小時的討論 這個地方的法院 最後是裁定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是積壓境界 但或許是柯文哲知道 這一次狀況是不太樂觀嗎 因為他在稍早的時候 也在臉書上 是PO出了一段影片 是來向小草 還有支持者以及黨員 來喊話 馬上帶您看一下這段影片 大家好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關心我的狀況 不好意思 讓大家擔心 其實你們照顧好自己 就是對我最好的幫忙 請大家認真過每一天 快樂過每一天 心存善略 盡力而為 讓我們繼續努力 好的 就是這一次的影片 我們也聽到 就是柯文哲 他也來向這個 小草們信心喊話 是要大家 心存散念 是繼續的快樂過每一天 但是呢 這或許民眾黨的成員 可能沒有辦法 心情上面是這麼輕鬆 因為呢 因為呢在今天的時候呢 其實在下午晚間 至最後的裁定是出來 是積壓禁見的時候 在下午五點半 民眾黨的陸續成員呢 是都回到這個黨部來舉行 這個緊急的這個小組會議 而就在稍早的時候 七點半陸陸續續成員有離開 那我們也發現呢 就是民眾黨的黨團的主任 這個陳志涵呢 似乎眼角眼眶是有一點紅紅的 似乎心情是不太好 而且呢在稍早的時候 民眾黨的立委們離開的時候呢 也有說現在呢 被問到說 現在是不是有代理主席的 這個狀況 那他們也說 現在是沒有這個代理主席的 一個情況 因為現在呢 這個包含呢 當初的時候 也是希望說 這個主席是不要請假的 一個情形 但是呢 除了這個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在臉書上面 也有發出這個影片之外呢 那民眾黨呢 在稍早的時候 也有發出這個聲明 他們也是認為說 為什麼這一次同樣的市政 但是上一次呢 法官卻是裁定這個無包請回 但是在這一次的時候呢 卻是遭到羈押禁見 因為基於相同的市政 那為什麼會有兩個 不同的一個情況發生呢 而且呢 他們也扯出到就是說 這似乎呢 在這個現在 這個台北市長蔣萬安呢 他在當時的時候 這個都發局曾經也是有 發出這個新聞稿 是認為說 這個容積率啊 應該是有 就是釋切性 也有合乎這個法律性的 那為什麼現在這個法官 也會做出這樣的一個判決呢 不過呢 他們同樣呢 也是堅信這個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的清白 也會是支持他 持續捍衛自己的清白 那目前呢 現在的時間大概是 呃 就是民眾黨呢 這個緊急應變的 這個小組的會議呢 是已經經過了 兩個半小時多的左右 那目前呢 其實召集人黃國昌呢 是人還在這個黨部裡頭 那他們也說了 明天早上的時候 會有一個完整的說法 來對外來公開 以上是來自現場的最新消息 這把時間鏡頭 交換給邦內主播 好 就在民眾黨 正在召開會議的同時 他們的黨主席柯文哲 已經抵達了台北看守所 柯文哲的球車呢 是在晚上6點33分的時候抵達 那麼在場外呢 其實有很多的民眾自製 反科標語 甚至呢 還在看守所外面歡呼 顯然來的不是小草 詳細的狀況 我們聯繫給記者蔡玉山 好了 主播 各位觀眾 持續帶您來關心 在台北看守所外的最新情形 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 他是因為涉攤 遭到了收押境界 也在晚上的6點33分的時候 送進了這個台北看守所 在看守所的外面 是聚集了大批民眾 直到現在都還沒有離開 而其中一位民眾呢 我們也訪問到他 他說呢 他在得知柯文哲 被收押的消息之後 就立刻這個自己自製了 一個大刊板 上面呢 還有寫著一些標語 我們來聽一段他的稍早訪問 知道裁定結果之後 趕快做的 對 很開心啊 我一直喊他 阿伯真哦 立心處真哦 真哦 剛好呢 這個柯文哲送進看守所 的時間是晚餐時間 根據呢 看守所的菜單 今天的晚餐 除了有滷豬腳 還有紅燒魚丸 以及食品蔬菜 還有味噌湯 總共三菜一湯 而根據看守所的最新聲明顯示 柯文哲呢 他入住的是多人的設房 而且呢 跟本案的其他被告都沒有住在一起 另外呢 他如果在這個期間有感受到身體不舒服的話 也會呢 來協助他看診 以上呢 就是我們在這裡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把時間交還給棚內主播 柯文哲雙手被上鎬 神情落寞 慢慢走向球車 還回頭看鏡頭一眼 64年人生 從政主打清廉 卻第二度被上鎬 重開積壓停 從無保警回 逆轉變收押境界 走不出台北地方法院 在法警介護下 坐上一人鑽車 前往台北看守所 法官就是認定 柯文哲明知增加過高 超過560%的容積給金華城案 是違背法令 他還執意為之 甚至貫徹意志 讓神性精英從金華城一案 獲得不法利益超過200億 涉貪污罪里的圖利罪 最清本刑五年以上 法官還批他沒有維護公共利益 影響社會層面深遠 有串鎮滅鎮的可能 裁定收押境界 這支位提供過嗎 想一下嗎 二度開機壓停 結果逆轉 律師一臉鐵金一句話都不說 走出台北地院 對比一早9點15分 柯文哲這麼微笑 對比真強烈 主席有打算說什麼 來跟法官證明你的清白嗎 主席有信心嗎 5號上午9點15分 柯文哲全程笑而不達 似乎有備而來 下午2點正式召開積壓亭 歷經2點5小時攻防 在下午4點半結束 北院在5點16分公布裁定 積壓禁見 柯文哲在5點51分 搭上一人求車前往看守所 等對他的晚餐是 滷豬腳 紅燒魚丸 蔬菜還有味噌湯 酸菜一湯 這回再開積壓亭 陳審法官其實沒審心事證 認為要保障柯文哲的防禦權 避免柯文哲被突襲 儘管如此二度積壓亭 最終結果出爐仍是積壓禁見 法官甚至說 雖然現在是圖利罪 但偵查是浮動的 隨時證據逐漸形成犯罪輪廓 甚至轉成賄賂罪重刑 柯文哲因為精華承案 圖利危機超過200億元 被上號收押禁見 等新聞 呂嘉縣 彭行美在台北報導 好 所以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柯文哲二度召開 積壓亭剛剛稍早結果出爐了 確定是裁定 積壓禁見 那當然大家都想問 到底為何會積壓 我們剛剛裁定的結果的 這個相關的訊息也出爐了 那法院他們是認為呢 他明知違法 但是還是讓這個財團 圖利了200億 好 我們這一節呢 請到的大律師 黃柏諾律師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一次的整個裁量的結果 您怎麼看 這我看我是看這個結果 是覺得蠻錯愕的 那就這個裁定的理由啦 我看了以後 他是認為說 這個容積率是違法過高 那柯P這邊是知道 而且執意為之 那甚至就是跟這個 有坦承部分的事實 但是隨著這個 追偵偵查中的過程中 就是可能會發現 持續發現說是否有收費的情況下 那雖然他坦承部分的事實 可是跟其他共同被告的證詞 也不一致的情況下 為了避免證人的癥結性被影響 因此認為說在維護公益性的情況下 是不可以用積壓的替代措施 所以應該要給予積壓裁定 好沒錯 恐怕是不至於 但是原本的卷宗資料 或許就有呈現這些資料 然後去勾集以後 去做出一個新的裁定 也是符合法律的 因為法院法官是有 可以獨立審判的空間 那就在原本的內容 去做一個裁定的話 或許是原本的資料上 可以引發他覺得是 有重大犯罪嫌疑 以及有這個勾串 或者是滅證的可能性 沒有錯 但是我們看到了這一次 柯文哲他這次是確定是 裁定羈押紀件 但是未來來說的話 是不是也有可能 在這個柯正營的部分 有可能也去再去提 相關的抗告行動 對 因為這一次的裁定結果 對於柯P是不利的 所以他一定是可以提出抗告 那來確認說 這個法院做出這個羈押程序 是否有違法不釋法的情況下 如果有的話 高院一樣會重新發回 了解 好 可以聽到大律師的這個 精辟的分析 但是當然我們也看到 在外床的整個狀況 事實上在剛剛第一時間的 結果出爐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警方是築起了兩道的人牆 現場可以說是有上百名的警力 都來到現場來做相關的戒備 主要就是因為裁定的結果出來之後 其實現場的這整個這個 支持民眾情緒是比較激動的 那當然稍後有進一步的衝突消息 我們也會持續的來幫大家做掌握 再把時間交還捧內 好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因為柯文哲遭到羈押境界 目前現場最近情況是 小草現在非常的失望 上百名的警力也持續的在戒備當中 那麼現在根據我們了解呢 其實檢方掌握提出抗告的主因呢 就是因為他們認為 柯文哲並非完全不知情 那我們持續帶您了解這一次 整個案情回轉的原因 我們繼續交給記者 判決出爐之後 我們從現場畫面 你可以觀察到一個重點就是 支持者變多了 除此之外 其實在剛剛第一時間的這整個 裁定的結果一出爐之後 我們看到的是 整個現場是兩道人牆 我們透過鏡頭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看到這是第一道人牆 也就是在整個愛國西路 要進到不愛路的第一個現場 但是你可以看到 這是第二個現場 也就是要進到北檢前的這個路段 現在也已經築起了警方人牆 除此之外 你可以看到其實包括駒馬也是一樣 當然就是避免有衝突發生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不只是車道上 事實上如果你連人要進去 都會必須要經過相關的一個管制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車道來說的話 是已經完全沒有辦法通行了 除此之外 如果你人員要進去的話 你只剩下旁邊一小小通道 但是如果你要進去的話 事實上你必須要有相關的證件 或者你有必要性進去 否則在這邊通通都會被擋下來 你是不是司法不通政治迫害 可兵 是不是司法不通政治迫害 可兵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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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法官說 他們會實現預知結果 待會兒會把理由 再會有一個裁定書 會再跟大家講 到底理由會是什麼 不過這一次你可以看到 360度的翻轉 從原本無包請回 到現在竟然是積壓境界 很明顯 法官的新證 佔非常大的一個成分 尤其是在過程當中 是不是柯文哲 知情容積率變大這件事情 在這一次的積壓庭當中 論戰非常的多 有幾個小東西先給大家看 關鍵就是 在1630就是下午4點半 開完積壓庭之後 包括柯文哲的律師走出來之後 其實臉色並沒有那麼好 其中包括了證聲員 我們去問他 他只說他低調 不知道這件事情 另外另外一個律師 陸正義 他只說自己盡力了 這一句盡力了 是不是也預言了 現在柯文哲被積壓境界了呢 另外我們有發現到 主任檢察官 就是北檢的 中族的主任檢察官 江振愈 他一直面露微笑 從出去到進來 都是面露微笑 是不是也顯現這一次 北檢的勝利呢 好 另外到底聽上有多緊張呢 我們從幾個方面給大家來看 還記得我們今天 中午到下午一直跟大家講說 這一次的法官感覺比較 往柯文哲這個地方來走 因為他認為是說 不要有一些過去的一些機證 把他拿來這個機壓庭裡面過來聊 他不採證 但是沒有想到這一次是 卻完全翻轉 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不採證過去的新機證 如果不採用新機證的話 其實時間可以不用拉那麼長 但兩個半小時裡面 到底在畸變什麼樣的內容呢 如果據法界人士的分析 如果是法官有新證的話 坦白講 答案馬上就會出來 但很明顯法官是沒有新證的 所以這兩個半小時內 左邊是檢方 右邊是柯文哲跟柯文哲律師 雙方不斷的在答辯 答辯到一個結果之後 法官在拋清問題 雙方也不斷的結問 所以在一來一往的過程當中 最後才會做出這一個結論 那大家想說 當下為什麼不給答案呢 因為他4點半就已經 結果出爐了嘛 就已經積壓庭開完了 但因為法官未求慎重 所以等了30分鐘之後 才預知了這個結果 但原本想說是5點10分 但最後也拖到了 大概快接近5點15 到5點20的這個時間點 才預知了這個結果 就是柯文哲被積壓境界 好 柯文哲被積壓境界之後 想必未來的發展會是什麼 對於北京來說 好 這是一個勝利 但對柯文哲來說 對柯文哲的支持者小嫂來說 當然是不會不服氣的 所以柯文哲想當然而 他的律師一定會提起抗告 提起抗告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又要再發揮高院 高院又要再審酌 會不會又進到第二輪的 甚至第三輪的積壓庭呢 我們也會持續為你掌握 以上最新 主播 好 謝謝照紅的解釋 那麼這一次的積壓庭 其實總共開了兩個多小時 是在下午4點半結束 那麼一路拖到了5點15分左右 正式公布了結果 柯文哲確定是積壓境界 這一次其實柯文哲的律師 鄭勝也提到 他整個過程當中他已經盡力了 但是檢察官也強調 張正義是說這整場平常心 看來他們彼此雙方 早就知道了結果 那麼這次確定在二度積壓庭 柯文哲是積壓境界 目前其實在北檢外頭 小草門的反應又是如何呢 以及目前北院狀況又是如何 我們先連線記者 黃子豐帶大家掌握 子豐 好 直播觀眾 我們現在就在台北地方法院 帶給觀眾目前最新消息 也就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在歷經第二度的積壓庭 目前我們掌握的最新消息 也就是下午的五點十六分左右 台北地方法院裁定 收壓境界 好 這是我們掌握的最新消息 所以說稍後呢 柯文哲所委任的黃牌律師團 是否會對這個裁定 來做出受訪相關的回應 目前我們都在台北地方法院的門口 這邊還持續在守著 那麼最新消息也就是今天大家非常關注 也就是下午兩點鐘所召開的二度積壓庭 那麼再歷經兩個半小時的停訊 也就是在下午四點半的時候 停訊結束了 那麼結果就在五點十六分 出爐了柯文哲才定收壓境界 所以說稍後柯文哲就會搭著球車 前往台北看守所 這是我們目前掌握的最新消息 不過要來說到整起案件的發展 其實很多觀眾朋友也覺得在最近呢 就感覺好像是發展不斷的變動 包含是二號台北地方法院 在第一次召開積壓庭的時候 裁定無保請回 那麼再三號也就是在隔天的時候 台北地檢署不服因此提出抗告 那麼抗告也真的成功了 也就是在隔天高等法院發回耕裁 那麼就在今天也就是五號的時候 台北地方法院重新來召開積壓庭 我們要來觀察這背後 包含台北地方法院第一次呢 在裁定柯文哲無保請回的時候 原因是寫說柯文哲犯罪嫌疑不重大 不過呢就在高等法院發回耕裁 理由卻是寫著認定呢 被告柯文哲涉嫌呢 積極介入金華城案 因此呢希望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 持續再來救命 也就是再來釐清 究竟柯文哲是壓或者是不壓 而這起案件呢 一開始也引起外界的嘩然 加上法界的嘩然 也就是呢 柯文哲最初呢是無保請回 所以說這一次呢 檢方抗告成功 稍早呢我們觀察到 包含呢在庭訊結束四點半之後呢 主任檢察官江貞譽他所領軍的 那麼他在離開法庭之後 他面對媒體呢是表示平常心 而柯文哲所委任的王牌律師 則是回應他們已經盡力了 並且呢其中一名律師 就在這個庭訊完畢之後 才總算趕緊趁這個空檔去上廁所 並且來等待庭訊的結果 那麼就在稍早 下午5點16分 台北地方法院最新的裁定結果出爐 也就是柯文哲收押禁件 那麼稍後呢我們也會來掌握台北地方法院 究竟收押禁件的理由 究竟是什麼 而稍後呢柯文哲就會搭著球車 前往台北看守所